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4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中南海对峙升级 北京是否低估了风险 中国防势又疯涨 背后有何危机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对峙 南中国海最近动态频频 中美对峙升温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取消对华访问 高调登上巡航南中国海的航空母舰 视察美飞联合军演 并宣布与印度加强军事合作 此外 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发表声明 反对南中国海军事化 日本也派遣舰队驶入南中国海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动员各国和主导话语权方面出见成效 在中国方面 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视察南中国海岛屿 中国军机降落 人造岛屿永暑礁 中国官媒更强硬声称 南中国海是美中战略决力的示范区 中方绝不会后退 那么 南中国海的美中决力对抗因素是否在增加 中国许多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只是白白姿态 不敢和中国对抗 是否低估了美国的实力与决心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话题 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 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 美国真一五角大楼记者李宝先生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教练对话节目 好 首先请张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最近南海确实中美方面都有很多的动作 我想问一下的是这些动作还是跟以前一样那种危险的坍割呢 还是说真的是这个对抗有了一点质的变化 双方的这个对抗因素增强了 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 大概从去年开始嘛 中美双方是动作频频在南海问题上 这个感觉这个对峙的气氛是越来越浓烈 但是我自己看来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没有特别的变化 这个双方是有动作 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呢 双方不是迎头对撞 这个如果是一条马路的话 它是这个双形 所以这个美国是由东往西 中国是由西往东 是你走你的道 两股道上在跑车 所以呢这个走的不是一条道 那美方呢在这个对峙的过程中间 我觉得它是赚到了面子 你看联合了这个别国 这个也把自己的这个航空母舰 驱逐舰都送到那里去这个展示 但是中国在对峙的过程中间得到了理智 虽然这个面子上不好看 但是它在南海该做什么都做了 这个美国一再叫它不要军事化 它在军事化上也在一步一步就在推进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峙的这个气氛是越来越浓烈 对峙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但是并没有影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就这一点来看 我觉得对峙的这个本质没有变化 好 李宝 刚才张先生这个理智面子之说 您是怎么看 我其实同意国华兄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没有发生质变 主要原因是因为两国的策略 我们看看中国的策略 中国的策略一直是一步一步的 有条不紊的 以非战争的形式来逐步的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如果是质变对抗 那对中国是没有好处 对这个策略击破它 这个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但是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希望以外交的手段 刚才国华兄也讲了 在别的方面 在气候变化刚才我们听到 在这个核不扩散 在反恐方面需要中国的帮助 所以在很多方面需要中国跟中国进一步的合作 所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不会去非常的较劲 也就是说不会发生质变 用导弹 用飞机这样的去发生 这个军事冲突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南中国海 所以都不符合两国的利益 好 王柯先生您的评估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情势还是有点严重 中美双方的最高军事领导人都在同一天 好像4月15号还是哪一天都到了南海去了 这边是中美副主席范长龙 那边是卡特国防部长 我说我想到了这个所谓危险的汤哥 就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 1962年的古巴危机 苏联把在古巴建立了导弹发射井 美国的主要城市包括华盛在内 全部在覆盖之内 而且预警时间只有5分钟 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最后一刻 肯利迪总统否定了美国军方的空袭计划 也在最后一刻赫鲁晓夫做出了理性的妥协 还有约翰23世 他做了巨监调 这个斡旋非常成功 如果不是这些个人一说的话 那么人类就不仅是跟这个核战争擦身而过 而是陷入万劫不复的这个境地 当然中国和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对峙 远远没遇到古巴危机的这么严重的情况 它只是一个摇摆物 还称不上一个危险的汤哥 好 再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在南海问题上 中美双方的对抗的因素正在逐渐的积累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 最近有一系列中国的媒体报道 南海这些岛礁被改造成人造岛之后 现在中国即将把它们逐渐的军事基地化 也就是说这些岛不光是军事化 而且要成为前进基地 那么这些基地一旦完成了 将来就是一个地区高度紧张的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中国在那里点火 那么另一方面 现在中国这个基地还没有 我们知道一个双方引起冲突的原因 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突然取消对于中国的访问 并且登上在南海海域巡航的 这个斯坦尼斯奥航空母舰 那么一些中国的分析人士 特别是鹰派人士认为 这是卡特在有意地羞辱中国 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的意见 就是中国的官媒把卡特作为是 最近几届里面最反中国 或者对中国立场最强硬的 一个官方部长 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卡特 说他去这个反中反华 我觉得这个说的太过了 这个但是卡特对中国 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些做法 这个非常的不满 这也是很明显的 其实他不仅是最近 这个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 在南海这个登上 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 登了两次了 不久前这个王毅到美国来这个访问 本来跟这个卡特 有预定好有一次这个会晤的 但是临时卡特以这个形成冲突为由 也把这个会晤给取消了 这都表现他的不满 那卡特是不是这个美国 几任这个国防部长 这个对中国最不友善的呢 其实也不能这么讲 但是他确实有他一定的背景 因为卡特他没有太多的政治因素 他是一个技术官僚 他最早进入国防部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技术做技术的 后来呢在这个90年代台海危机的时候 他是作为负责国际安全的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 跟这个佩里国防部长一起 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向台海派遣这个两艘航空母舰 这个决定他参与去制定了 所以他对中国有一种这个防范的心理 这个也不足为奇 我觉得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 这个我们也知道 政治领导人跟军方 其实看法是有不同的 军方认为事情很严重 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但是白宫国务院 他在很多其他议题上 需要跟中国合作 所以搞得太僵了以后 不利于其他重要议题的 这个李宝说的 重要议题的这个合作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这个军方是受到一定的压制 但是我想听听李宝的意见 就是说最近中国方面认为 美国还是在南海方面 态度趋于强硬 他们觉得这是代表了 奥巴马政府的一种趋势 那么你是不是赞成这种评估 是不是强硬 首先看看这个这是反应 对某个事情的反应 还是他主动去做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一两年当中 中国的行为 在南中国的行为 是不是咄咄逼人 是不是在国际的这种各种压力下 依然进行这个造导活动 和这个军事化 我们看到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至于是不是强硬 我不认为这个对华政策 是更加强硬 没有这样子 因为刚才我们都提到说 美国非常需要中国在 很多对美国的核心利益 非常这个有关键的一些 有关系的这样一方面 需要中国的合作 所以并没有趋势强硬 那么之所以你看到这个卡特 有可能对中国 可能这个言语上比较强硬 要看看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么卡特是奥巴马政府的 一个内阁成员 他的政策 他的言语 当然反映了白宫的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 这个并没有趋势更加的强硬 那之所以他为什么要取消对华 就反问中国呢 我相信理由就是因为 在这个南中海问题上 在军方与军方之间的 这个关系方面 并没有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成果 因为您知道要反问的话 这样一个高级反问的话 需要拿出一些东西 放到表面上 然后拍照 然后摄影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现在 双方连这个都没有 现在没有错 所以呢现在呢 就是我估计就是这样的原因 而且呢这个原因 取消的这个原因 不一定只是美国的这个要求 有可能中方提出这个要求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先暂缓一下吧 好 我想听听陈奖农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有分析认为 美国在南海 真的呢并不是一时的长短和输赢 而是动员各国来参与 我们知道最近卡特和菲律宾 还有印度宣布加强合作 七国集团外长会议 发表有关南海问题的声明 日本呢也派遣 日本的舰队驶入南海 那么种种这个进展 给人的印象就是说 对于南中国海问题上 对于中国好像有一点点 这个包围的这个事态 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奖农先生 现在目前为止 确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并没有在国际社会 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支持 没有哪一国家出来 为中国站台 但是这个美国 倒好像是得到多助 很多国家都和美国一起合作 虽然没有公开和中国对抗 但是他们正在采取措施 想增强这个地区的当地的防卫能力 来保护这个海航海的自由安全 我想在这里需要 这个指出一个基本问题 就是中国一直对老百姓掩盖的 那就是中国在那个地区有领海吗 没有 那地方是公海 那么美国航空母舰到公海上巡逻 为什么是羞辱中国 原因在于中国把公海给占了 现在中国在七个海 这个礁石上头 建了13平方公里的岛 然后想再把它变成军事基地 这个做法 国际海洋法是不承认的 也就是说中国试图强占公海 建造军事基地 然后形成对南海的制空权 制海权 这个做法 我最近这个海洋国际法庭还要讨论 我相信不会赞同中国这个做法 美国只是在表示他的态度 也是代表周边国家在表示他的态度 中国从来没有向老百姓讲清楚 中国这是强占公海 好 说到周边国家态度 我们知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前段时间在华府参加这个 核安全峰会的时候 当时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亚太 大多数亚太国家心向美国 那么现在从种种南中国海的问题来看 大多数国家好像在表态方面 确实是比较靠拢美国一边 那么王康先生 您觉得在这方面 中国的外交政策 有没有值得他自己反省的地方 他值得反省 李显龙是李光耀的儿子 李光耀是非常新华的一个 新加坡这么一个华人国家的前领导人 这个李显龙这种表态 让中国领导人应该感得很清楚 至少在南海问题上所引起的周边环境的这种紧张 这种对峙的中国应该很知道自己负有主要责任 现在已经是有点四面楚歌 一定是失道寡住的这么一个姿态 刚才小龙先生谈到这个所谓的南海的公海和宁海问题争端 我补充一点就是联合国续言的51条条款 明确规定当某个国家面临着武力威胁时候 有权行使集体安全 集体自卫的这么一个原则 那么在50年代 美国就曾经组织过东南亚组织条约 就是亚洲的所谓的 北大西亚公约组织的类似组织 就是防范中国为首的亚洲共产主义的渗透和蔓延 那么现在因为南中国海的这个紧张局势 这种情况又在出现 所以美国实际上美国的军事力量 足以遏制中共的军事力量 但是美国是个契约国家 是个法治社会 它从来重视这个国际条约和国际契约 所以每一次国际行为 基本上都是一种建立在多边安全体系的基础上的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个的安全的设计 就是四根支柱 一个是美国的军事存在 一个是美日安保条约 第三就是扩大和中国的交往 第四就是多边安全体系 这个李显龙的新加坡一个小国 非常清华的这么一个华人国家 有这种表态心向美国 它也说明问题了 中国整个都要反省 绝对不要重蹈苏联的负责 绝对不要热衷于军事扩张 绝对不要挑战甚至颠覆现存的国际秩序 张先生有什么要补充 对 我先回应一下你前面一个问题 这个小龙刚刚回答的 我觉得中国被周边国家这种包围 其实不是从南海开始的 中国跟周边很多国家都有领土争议 你跟这么多国家有领土争议 当然人家不会跟你特别的友好 尤其在领土主权问题上 南海问题只是加重了这种不友善 尤其是加上了像菲律宾 越南这些国家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小龙刚刚讲 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 是在公海上平白无故的去造的 如果今天中国跑到大西洋去造了 你可以这么说 这个南沙的问题 南海的问题还比较复杂一点 它还不是一个平白无故 因为它毕竟和中国的历史有千年 这一点上中国大概从汉朝开始 就有人到南海去发现这些岛礁 然后在上面立碑 然后历代的政府也都派人去 中国在这个岛上行使比较经常的管辖权的时候 现在的有一些争议方 国家还没有成立呢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至于说中国强势的在推这些岛礁建设 不顾别人的反对 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些客观的事实 过去中国一直主张南沙的主权的 一直是主张的 不仅是现在的中国政府 以前的中华民国政府 今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也是一直主张南沙的主权 而且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一直行使对南沙的这个主权 太平岛一直从这个50年代开始 就驻守着这个有守军的 如果你说中国强势 中华民国 台湾不强势啊 这个马总统真的是很胆小的 但是他没有去欺负人家 人家敢欺负他呀 对不对 有人说太平岛是什么岛啊 根本不是岛 就是一块石头 所以这次这个海牙仲裁 要把太平岛裁为一块石头 你说谁能够咽下这口气啊 所以我就是补充一下 刚刚小龙说的 在南沙发生的这些事情 有奇异原因 好 我想听听其他几位的回应 那么李宝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回应两个方面 一个是关于是不是周边国家 在一起包围中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的外交政策 是不是需要反省 那首先就是说 是不是关于围堵中国的事情 我不认为是围堵中国 首先也没有效果 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经济大国 非常需要跟世界各国 进行沟通和贸易 其他国也一样 希望跟中国进行贸易 之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 是因为他们这些国家 包括印度尼西亚甚至 马来西亚这些传统上 还对中海满友好 就是说至少在南中海 问题上不愿意多说话的人 他们也是被逼的 他们的捕鱼权 他们的甚至主权 受到了威胁 所以他可能做出了一些 看起来好像跟美国 站在一边的 但是这些国家是不会选边的 他们不愿意选边 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 所以我不同意 这个围堵的说法 另外一个就关于 这个是不是要反省 这个问题最好是 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官员 你问他们好了 我们可能就谈谈我们这边的观点 或者是美国这方面的看法 那么我相信 这是中国一个领导人的 一个赌博 赌了一大株 怎么说法 就是说过去的这么多年当中 二三十年当中 中国不断的把这个金钱 把这个贸易的优惠政策 给了这些周边国家 这么多年 经营这么多年 但是在短短的这一两年当中 这些外交资本几乎没有了 以前的一些朋友 盟国现在变成敌人了 菲律宾 越南 这个对他们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但是你没有看到中国 停止这个填海造导和军事化行为 这就是很明显 就是中国领导人把这个南海 南中国海的问题 看成一个核心问题 他们愿意继续下去 然后究竟到最后是谁赢谁输 这个赌 是赌得很大 但是呢 谁赢谁输 现在说不来 好 陈小龙先生 我想请您回应一下 刚才张先生的说法 你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 对 我想先说明一下 就是中国华的说法和中国国内的宣传有很接近的地方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导这个字 导通常被理解为是这个能居住人的这个石头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质量组成的一个岛屿 但实际上南沙群岛并没有岛 都是礁 所谓礁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规定 高潮时候淹没到水面以下的 那不叫岛 那是礁石 那也不被承认是领土 中国除了这些礁石 环礁岸礁以外 在南沙这个地区并没有像一样的岛 没有岛也就不存在领土 没有领土自然就没有领海 但是问题是中国这次造出岛来了 造出岛之后 就已经宣布这些岛周围 12海里是中国的领海 换句话讲 中国硬通过造岛 在南沙群岛的公海上 已经圈出新的领海来了 这就是造成的麻烦 周边国家 越南菲律宾也有过造岛行为 但是他还没有圈领海问题 而中国还不光是圈领海 他准备大规模军事基地化 最近凤凰有专门的报道 介绍了中国军事基地化的 下面的一系列步骤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中国后面 海军把它作为前进基地 它要取得的是情报控 就是空中和海上情报控制权 制空权制海权 当然这里我们要看 还要谈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还有很多 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这个我们后面再谈 好 我们知道这次 除了中美之间的对峙一般 有一个非常引起 中国关注的现象 就是日本的舰队 最近派出二战以来 规模最大的这个舰队 海军进入这个南海 那么我想问问各位 就是首先日本方面展现的军力 到底这个海军实力 到底怎么样 还有一个王康先生 请你来评订一下 就是大家觉得 日本的这个防卫姿态 可能以后会转得比较积极 进攻或者进攻性一点 那么您对这种 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我有点忧虑 我觉得美国的南海的军事行为 是符合国际法 也符合这个地区的安全和和平的 但是日本的这个 就是14号大的护卫舰 大规模的远离日本 就是在二战结束以来 首次远航 我觉得这是一个 使人很担心的事情 因为很简单 就是这个中日战争 日本侵华 虽然过去了70周年 但它非常容易刺激 中国的所谓的这种 民族主义的神经 而且容易被中国的强硬派所利用 我觉得日本应该恪守 它的和平宪法 它应该谨慎行动 因为美国的对南海的 这个军事的介入 从军事实力上 我不是军事专家 当然我也知道根据常识 让人们都知道 它足以如果美国当真的话 足以遏制中共在南海上面的军事扩张 其他国家 包括日本在内 你最多做点后勤方面的 什么服务工作 或者道语上表示支持 也就够了 其他国家我们不说 就是日本 刚才说了 日本在这个走出来 趁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11号是在12号 到了菲律宾的苏比克湾 还要停靠在据说的 越南的这个金南湾 那情况就比较严重了 这个可能很容易导致北京方面 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内 那北京完全可以在东海 在钓鱼岛 挑起事端 甚至不排除在钓鱼岛 重新就是布置军事行为 以示报复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日本应该相安无道 张先生您从这次日本这个舰队 进入南中国海的 它这个里面表现出这个实力 尤其是这个11号 刚才我们提到 到底表现出这种什么样的实力 是不是足以对东北亚安全 形成一定的这个新的因素 一个新的构成 一个新因素 日本的海军本来就很强 这海上社会里本来就很强 这个这一点 这个中国人其实很清楚 这个你如果去看这些 我也不是军事专家 军事专家的分析 其实这个在亚洲 可以跟中国的这个海军抗衡的 大概就是日本海军 所以这个日本的军事动作 这个可以触动中国敏感的神经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 这个日本等了这么久 才发生所谓战略的转变 从这个现在好像有进攻性的态势 等了这么久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中国已经可以 已经应该很满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日本的这种变化 发生在中国崛起之前 也就是中国军力增长之前的话 那给中国的压力更大 今年其实中国 知道日本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但是不像过去那么怕日本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自己有手段 可以这个进攻这个日本的本岛 本土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过去30年来 为什么打不够他 因为你军力投送 比他输差太多 好 陈养龙先生 我想请您来补充一下 刚才您提到 就是说美国对于中国 在南中外 现在目前的一些军事举动 或者军事部署 实际上完全 对于美国来说 并不具有太大的战略威胁 我想听听您是具体怎么分析 为什么您觉得 比如说舰岛 还有种种这些 现在新的行动 对于美国并不意味着太大的军事威胁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都来自于中国国内的报道 第一个报道就是关于南沙 现在新造的这几个人造岛 建成了以后 是不是就构成了 立刻构成威胁 中国的媒体报道是说 其实中国海军现在 反潜和防空的能力很薄弱 也就是说 如果中美发生冲突 那么中国海军不见得 靠那几个水平舰艇 敦位大就能够赢 因为底下 美国的水下的威胁 远远大过中国能抗衡的能力 这是一个因素 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因素 现在已经不是传统的 海军单军种作战的态势了 中国自从军改开始以后 习近平已经把总参部解散了 现在新建立的叫做 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但是最新的报道是 习近平去前两天 刚视察了这个中心 根据这个中心 现在报道出来的情况是 在人员 技术设备 和条令的规范制度等等方面 一切都刚刚开始起步 也就是其中提出了一个目标 就是要中国这个作战指挥中心 尽快形成指挥能力 也就是说现在它没有指挥能力 如果现在这个指挥中心 形成指挥能力之前 发生任何冲突 实际上中国连应付这个冲突的 指挥能力都不存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不认为此时此刻 或者一两年内 对美国有什么威胁 好 李宝 我们知道海牙国际仲裁法庭 最近会就南中国海问题 做出一些裁决 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 现在已经在就是说造舆论 就是说不接受 可能中国不会接受海牙的这个仲裁 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你觉得如果海牙方面 做出不利于中国的仲裁 是不是会让中国 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正义性 进一步受到一点打击 你的看法是什么 没有错 刚才你说的是这样 就是从官方的这个言论来讲 他们说不参加 不参与也不承认 这个采押的这个法庭的这个裁决 但是事实上从他的这个表现 从他的这个所说的话来看 其实是很担心的 担心的其中一个原因 比方说一个理由就是 通过这个cybertech 通过这个网络攻击 去黑客去探断那边的情况 所以中国其实很担心的 他担心的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菲律宾如果赢得这个诉讼的话 你不但是要面对菲律宾 你有可能还要面对越南 你有可能还要面对马来西亚 甚至印度尼西亚 这些国家可能有样学样 说通过这个途径可以 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也是一个非常受到国际公认的一个途径 通过国际海洋 国际法庭 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去做这个事情 还有什么比这更正当的呢 所以如果菲律宾赢得这次的诉讼的话 那么中国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 就是说他可能按照菲律宾 马尼拉的解释 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有更好的机会 跟北京来协商谈判 因为菲律宾并不是 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羞辱中国 它的目的就是要 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岛屿 继续的不被侵略 不被侵占 所以对菲律宾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么对中国来从中国的观点来看 尽管他说不承认 不接受 不参与 但是最终如果做出了 对他不利的这个裁决的话 他会还是很担心的 而且他还必须要面对很多别的国家 好 最后时间不多 我想请每位用大概45秒钟时间 很简短的点评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和民间 都在南海 南中国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强硬 一种非常强的鹰派情绪 和民族主义情绪 我想问一下大家 就是这种情绪 你觉得它的根源是从何而来 这种乐观对于我们觉得在南海 我们能给美国一点颜色看 这种情绪 从何而来 王康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 45秒钟 我不认为现在中国的鹰派 那个称为鹰 我认为他最多叫乌鸦 比起这个毛泽东来看 那就差得太远了 毛泽东是中国鹰派的 真正闹子中 就是说到古巴危机当中 本来跟中国没有关系 如果打起来 全人全部毁灭掉 但是毛泽东在古巴危机里面 表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强硬 他组织了几百万人 在天安门广场游行 发表社论 发表演讲 接见谁 接见谁 就是要求科鲁晓夫 一定不要把古巴的导弹撤走 要求卡斯特罗 一定把这个导弹扣留下来 说不惜发动核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在57年的莫斯科说的老话 他又重生 打战争打得死了人类 27亿人死了一半 人类就毁灭掉了 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 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 叫陶里亚提 陶里亚提看不下去了 就说这个 这个毛泽东是把人类 要推向一个和浩劫 这是完全是伤心病狂 他是不懂这个事 还是他就这么一个猖狂 在这一点上 就是对毛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事业的继承 或者是批判 一直涉及到现在中国生活的 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争端 就是中国的鹰派 他们现在比起来 毛泽东的那种 范围的那种古装战争 核战争的言论比起来 中国的鹰派真的 像麻雀一样 我觉得这种这个 所谓鹰派的情绪啊 因素很多 这个方外面很多 我只要讲两点 第一点呢 这个中国啊 从这个1840年以来 过去的170多年里面 这个有一种这个受列强迫害的 这种记忆啊 这种这种的感觉 还一直存在着 虽然中国崛起了 今天的中国跟过去 不可同仁而言了 但是这种这个受害者的 这种情节 它一直存在 这是一 第二个呢 我是觉得这个跟美方 在处理南海问题上 有两个问题上的误判有关系 第一个 这个美方的误判是 美国这个低估了 这个中国政府 在南沙问题上 这个的决心 和他愿意付出的代价 这是第一个误判 第二个误判呢 美国高估了 它展现军力 甚至是 它或者独自 或者联合别国 在南海展现军力 可以对中国造成的 这种威慑的效果 其实到目前看来 没有这个 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这个 因为这个两点 所以呢 这个造成了 他们的这个情绪 认为美国是做做样子 是玩假的 不是玩真的 那对美国来讲 确实是一个 很严肃的问题 就是说 你今天愿意为了 南沙的这个利益 来付出全面战争的 这样一个代价吗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我想问 这个问题也同样 可以问中国 中国愿意为了南沙 付出这个代价吗 中国是不是在低估 美国的决心 听听李宝的看法 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鹰派的情绪 其实是因为 你听不到鸽派的情绪 鸽派的言论 你听不到 不被听到 因为被打压 中国当政治 现在吹捧中国梦 而且限制观点 多元化的这样的做法 所以使你只能听到 这个鹰派 中国强大 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其实呢 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人自己要决定一下 因为呢 搅乱国际秩序 将自己孤立起来 将这么多年经营的 这种外交的资本 就这么丧失掉 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中国人自己 要去做这个决定 好 陈小龙先生 45秒钟 我觉得 这个南海局势 主要是海军造成的 那么这个背后 其实并不是 国华刚才谈到的 历史上的战败情节 因为中国和菲律宾 还有印度尼西亚 越南历史上 并没有过 这样大的什么 谁欺负谁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在于 中国的思维 仍然是传统的地缘政治 那就是远交进攻 以强欺弱这一套 我强了 我就得把你压住 最好能把你欺负一把 这种思维 已经落后于 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状态了 在经济全球化情况下 抱持这一套思维 是中国军队的 巨大的战略弱点 而这个战略弱点 会阻挠中国 在未来经济发展中 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和世界的关系 好 有关美中 南中国海局地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感谢我们的参加讨论的嘉宾 张国华先生 王康先生 李宝先生 陈晓农先生的讨论 待会我们是另外的客人 所以我们先感谢 我们这一批客人的 精彩的争论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中国房屋市场又升温 背后又有什么风险 请请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所以忘了那你说的 我们没有认识 如果他没有认识 那就是我的工作 我们需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作为一个结果 而欣赏 美国之音 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 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 个性化内容 离线再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你还可以将自己的 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 适用于手机 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新闻应用程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4月22号的教练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根据中国官方本星期公布的数据 中国一线城市的房屋价格最近大幅度上涨 在涨幅最高的深圳 三月份的新房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 上涨的幅度高达60%多 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这波涨势并不看好 认为酝酿着更大的风险 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 中国房屋价格又疯涨的推手是谁 背后暗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谁 最大的受害者又可能是谁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 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先生 经济学家中国人权资深研究员何清莲女士 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 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讨论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最近一段时间刚才提到 中国房屋市场回升 尤其是深圳 上海 北京等一线城市 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 您认为哪些因素激发了这个房市的新的涨势 我认为有三个推手 推动了这一轮的房价的快速上涨 第一个推手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又害怕房价下跌 又怕房地产开发会因此受到伤害 影响了地方财政的生存 所以地方政府千方百计 推出一系列政策 想推动这个房市回暖 第二只推手是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想拉动经济 不断地松动银根 那么第三只推手是银行 银行发现在整个经济下滑的趋势当中 制造业企业普遍的状况恶化 这个坏账越来越多 然后他们觉得老百姓买房子 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银行资产 所以他们先把大量的贷款 放到了房地产市场上去 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 十大银行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贷款 都变成了个人的住房贷款 那么实际上的真实比例 比账面上还要高得多 这三个推手合一块 突然就把房价给推上去了 好 夏宇良教授您的看法 我看首先是政府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 原因在于供需两方那边 供方就是土地供给 是完全由国家掌控的 所以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房价的推波助澜 主要是政府的推动作用 然后银行 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 在有些情况下并不是以商业银行的 这个利润最大化为前提 它就往往是执行这个上级的指示 所以这个银行配合政治意图 这方面一直做的相当重要 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过去的房价上涨 一般都是由北京领涨 因为北京是首都 而且这个总部经济的聚集地 还有很多的因素 造成了北京房价上涨速度最快 但是现在情况来看 北京的房价已经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上涨的空间不大了 比如说拿西城区来说 现在均价就是每平方米的平均价格 已经达到了98,854元 就将近10万元一个平方 最差的就是郊区的延庆 延庆区它的上涨的幅度仍然很大 所以说我们看这一轮的上涨 北京西城区跟去年同比上涨了68% 而上涨幅度最小的也有百分之十几 那就是延庆这样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这个 虽然讲这一轮没有像深圳和上海涨得那么多 但是北京的这个房价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步了 好 听听何欣联女士的看法 那么房价涨得那么凶 你觉得背后有什么风险 您的看法 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完全放弃了市场经济原则 房市上的情况正好是权力和市场的又一轮恶斗 政府用这个信贷膨胀 推动这个房市的继续信念繁荣 第一季度总共释放了4.61万亿的贷款 那么其中的三分之一 大概就是1.5万亿 就成了个人房贷 这么多的钱累积起来 总共是22万多亿的个人房贷 就维持了目前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兴旺 这一轮呢 有一点和以前不一样 主要是用银行贷款买 用为什么要用银行贷款买 这一点我在下面要谈到 那么就是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骏 前天已经发言 说了用这种高杠杆化的办法来推动这个房市 有很大的风险 央行得改变一下政策 好 杨鹏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经济学家 这个弗里德曼说过 这个价格的决定因素 就是货币数量 他甚至认为 唯一的因素就是货币数量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 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中 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购买房子 所以我觉得要理解这两个关联的现象 就容易理解中国经济今天的问题 这两个关联的现象就是说 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的压力 这短期容易解决 扩大货币供应量就行了 就像现在做的 同时它面临很严重的结构压力 也就是说它新增的货币量 它现在不是流向实业 不是流向这个优化结构 不是流向科技研发和高科技新产能投资 而是走向了房地产的赌博 来获得短期利益 这就不仅仅是存经济问题 是一个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 是一个蛮深刻的心理预期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 会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扭曲和恶化 那么确实是我们知道外媒的评价 对于中国这一波房市 也觉得是 其实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危机 或者是说风险 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分析 就是您认为 现在这波经济 这个房市疯涨 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 或者是说什么样的风险 先听听程晓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 央行现在恐怕也是有点意外 我用四个字来概括它 叫做政打歪招 就是说它本来是想去拉动经济 就像杨鹏先生谈到的这样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资金投放 过度投放以后 银行的做法是不去救实业 因为看到中国的制造 也没希望没救 躲着走 全部的大量的资金 都去往这个房地产业上投上去 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造成了 中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可能 因为中国现在是用 房地产进一步泡沫化 来掩盖过去经济畸形 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换句话讲 这个泡沫吹得更大了 那么爆破的可能性也更大了 好 夏宜梁教授 我认为最大的危机是债务危机 因为现在中国的内债 它的规模跟GDP的比重 已经达到了244 那么这么高的这个债务比的话 容易使这个国民经济 被拖向这个陷阱 而且这个债务危机会拉 首先是会让银行破产 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 在上市的时候就承诺过 就说将来如果经营不散 是可以破产的 但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现象 就是每当濒临破产的时候 都有国有管理公司 去收购它的债务 然后把它核销 有财政部 有国家国库把它核销 所以这点等于是政府来买单 换句话说 不是由政府自己买单 是由13亿中国人来买单 那么这种情况 是不是能够长期的持续下去呢 当债务规模过大 连银行都没有办法承受 连政府都没有办法 为它最后承担的时候 那么这国家的经济就会垮掉 好 何建林女士 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 要看怎么样看 目前呢 昨天刚公布一个数据 就是商务部呢 说第一季度 中国的海外投资是 1.65亿美元 1.65万亿美元 那么呢就是 哦 165亿 那么结果呢 彭博社公布的呢 是中国的6.8倍 在这里呢不是一个统计数据的问题 而是中国银行的大量放贷 最后的通过房地产套贷 很多人呢就实现了资产转移 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基本问题 中国货币不断这么发泛 人民币又可以贬值 那么最后就必然导致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我觉得它不是只给中国带来经济风险 最后呢还将影响到全世界 因为这个中国的房产泡沫外溢 最后就推动了美国 纽约 洛杉矶旧金山 还有包括西雅图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 南韩等地的房产 那个啊 也是这么样泡沫化 最后的问题 可能是引发一轮 2008年美国式的次贷危机 好 杨鹏先生 您觉得风险和危机 酝酿着什么样的风险和危机 这样的做法 大家这个有一点差别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讲危机的话 我们还是要在特定的这个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背景中来看 因为我觉得这个 比如说像债务问题 包括这个次贷问题 这些呢 从经济问题上是很严重的 但是呢 在我们特有的政治制度下 它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划解 对银行没钱了 硬啊 给啊 这个次贷还不出来了 硬啊 给啊 所以它的这个最终 还是会表现在货币供应量上 也就是说 政府控制着这个货币发行权以后 而且这个货币发行权呢 它是用于解决 很多眼前的紧急的政治问题 所以呢 它是可以拿来做成一个工具的 也就是说 把这个危机不断往后推 然后呢 用这个通货膨胀的方式 用增加货币的方式 来消解刚才所说的 可能潜在的 很深刻的债务 还有次贷的危机 其实我都觉得呢 真正的危机不是这些 就是不是纯经济层面的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是说 其实现在经济学界都认为 中国的问题是产能过剩 要调整结构 但是如果紧停留在这个层面 没看到问题的实质了 民营经济天天都在自动调整结构 它产能不足 它就增加产能 产能过剩 它就自动减少 这个所以它是自动调整的 我们讲它调整不动 产能过剩 调整不动 主要指的是国有经济 而国有经济为什么调不动 因为政府要通过控制国有企业 来控制这个经济 所以这样呢 就会造成这个 这个政府必须自己来扩大需求 自己来做项目 自己来发放这个需求 然后呢 来使它的庞大的国有系统呢 能够正常的维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会造成整体经济效率的低下 财富分配的不公 还有很严重的 政府和国有企业 控制了大量的 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 而这些社会资源 有相当一部分 通过各种渠道 进入到个人利益集团 转化为私有资金 然后就像今天 我相信大量的钱 房地产的爆炒的背后 大家都知道 好像是个人贷款 但此个人可能 未必是比个人 这个背后能够拿到 庞大的这些银行贷款的 应该是利益集团 是他们把这个钱 转化到了房地产的投机上 也就是说 政府所依托的 这个国有企业 这个庞大的系统 政府是想通过给他们资源 让他们实现结构的优化 但是在今天这个特殊情况下 人人都有不安定感 人人都在追求短期利益 所以它走向了赌博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 政府优化产业结构 和扩大经济 总需求的资金总量 贷款总量 最后为少数利益集团所控制 进入的赌博行业 这一点我想听听 何清莲女士 您对于杨鹏先生 刚才这个说法 您有什么看法 杨鹏先生的说法 从基本上的原因来讲是这样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吧 怎么样说呢 国内有一个经济学家 叫做马关远的 他说了如果这个世界上 还剩下一种真情实义的爱 那就是中国政府呢 对这个房地产的热爱 这个话呢 他也不是夸张 中国政府为什么热爱房地产呢 是因为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 总共加起来有四十几个 那么上游就是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 下游就是专修材料 包括缓制业提供的那个穿联啊 等等等等 所以房地产只要一垮下来 那么几十个产业 增速就会放反 产能呢 就会大量过剩 因为过去这个产能过剩 就是围绕这个房地产 这个龙头产业来形成的 然后呢 再就是资产赎水 资产赎水 然后就是银行大量的败战形成 所以中国政府呢 承受不起 房地产产业呢 已经成为一个 对中国政府来说 大而不能倒的产业 所以中国政府确实呢 对房地产的热爱 既是一种无赖 又是一种被迫的选择 也就是说 索罗斯说的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目前能够自我供给 所谓自我维持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政府愿意拿大量的货币投放 来维持这个泡沫的继续存在 好的 那么如果叫做杨鹏先生 刚才何千天女士都承认 就是中国政府肯定会用发行货币的方式 来维持这个房市的高涨 那么我想问问陈小龙先生 如果我们就从一个普通消费者 他也许对于经济问题不太了解 但是对于如果对于政府的这种决心 有那么一定的了解 他可不可以就是说 就是投放还是进一步投资的房地产市场 然后现在入场 那么他觉得自己冒的风险并不是很大 我想听听您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您觉得如果您自己是一个购房者 你会在现在这个时候入市吗 你觉得风险或者是利益会怎么样 首先我想说一下 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对股市已经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了 那么我现在做个比喻 过去讲中国的股市是赌场 很多中国股民不信 经过去年这一轮大概大部分人信了 那么现在可以说房市也成赌场了 那么大伙信不信呢 等着看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一共城市居民 才两点几亿户 而同时中国现在市场上 这两点几亿户已经拥有三亿套房子 还有一亿套要卖给他们 所以总共是两点几亿户居民四亿套房子 共大于求百分之六十 这样一个泡沫 现在房价还在继续不断不断的膨胀 所以它的破灭是早晚一天的 那么有人问说你现在该不该买 我说如果我有一个朋友来问我 我说这事就跟上赌场一样 你看着别人赌赢了赚了一笔 你想把你们全部家产扑上去 那您自个儿看着办 输了别掉眼泪 别来跟我说 那您自长 好 夏宜良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目前风险很大 因为已经是高位了 所以说就像股市一样 如果高位入场的话 很容易被套牢 那么这一轮这个暴涨呢 我想这里边 大家肯定问到底对谁有好处 那么这个你想想既得利益集团是最有好处的 因为他们有些贪官 有一百多套房产 他们现在这个国家出产了这个房地产税 遗产税等等 对他们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他们急于出手 再加上中纪委这个清查贪腐 越来越那个范围越来越广 所以这些人都急于出手 出手以后把这个资产大量的向海外转移 所以最近这些年的资本外逃 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这些贪官 他们要急于出货 从房地产市场上 如果房地产市场下跌过大 对他们来讲当然是很大的损失 所以从这个利益驱使来讲的话 他们愿意让这个房价暴涨 所以这个政府银行 房地产开发商 他们联手 然后忽悠一些这个中产阶级入场 而中产阶级是非常可怜的 就算你在北京上海一个月工资是两万 这已经算很高的工资了 但是你觉得你要是买一套房子 那你基本上你所有的资产放进去 连加上长期的银行贷款 全家都成为房奴 那么这种情况 一旦出现了这个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 像日本那样的 就是失去十年或者二十年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家庭就处于这样一个 长期的经济债务之中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灾难是非常显著的 刚才杨鹏讲到一点 就是说没关系 中国政府可以持续的不断的发行货币 滥发货币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无止境的滥发货币 因为发货币在过去要有黄金 在金本位制度下有黄金做担保 那么现在是外汇储备 当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度的下跌之后 当中国经济基本面出现了 长期的严重的衰退的时候 长期滥发货币那就是一种自杀 所以这种情况我想不可能这种 中国政府他也会考虑他的生存 他要考虑他自己的危机 所以他也不会滥发货币 就是无止境的滥发货币 杨鹏先生您的看法 好的 我觉得大家讲的都各有不同的角度 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有两个不得不 一个不得不 我认为货币供应量的持续上升 这是不得不 因为他必须保障产能 产能的背后就是就业和随收 所以他必须保障产能 保障产能在今天的情况下 只能通过增加货币总量来解决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不得不的选择 我并非认为这是好的东西 第二个不得不 就是财户分配的不公 也会不得不的恶化 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构下面 大量的发行货币 货币里面的相当一部分总量 会进入到特殊利益集团 然后转化为赌博资金 转化为就像刚才说的很好 就是说他实际上水一涨 很多海岸边的暖石 原石就看不见了 他就可以消解掉 他很多很多的政治 和经济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就是说 利益归利益集团 成本由全民来承担 所以我讲这两个不得不 通货膨胀是不得不会产生的 第二财富分配的不公 是不得不会恶化的 就这两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背后会引发什么样的 经济和社会问题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思考 好 那么何清理女士 请您来分析一下 您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 或者购房者 如果现在入场会面临 一种什么样的风险 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先谈一下 政府为什么要用这种 信贷泡沫维持完地产 其实就是推迟 这个金融危机的到来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 李克强从上任以来 他就意识到这个金融问题很严重 当时就想借那个世界银行报告 推动金融改革 但是结果没想到一个月都没到 就走上老路 现在也是一种没办法 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说 我个人认为了 我是不会去买这个房子的 因为这个资产比资 在中国你花一千万买不到一套什么像画的房子 但在美国你可以买一套非常好的 带游泳池发源别墅的那个 发源的别墅 那么这个资产比中国的资产泡沫实在太大了 但是如果我作为中国的多套房子的拥有者 那么我就是个投资者 我现在就应该尽量的利用这个银行的贷款 把我原来的房子上的资产套现 然后就转移出来到别处去购买房子 然后就实现我的个人的资产保值增值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中国的房地产怎么看 很简单就是要看你处在什么位置 你是一个什么决赛 对 夏业良教授 我知道您也做了研究显示 很多人确实在这一次房拨风涨里面 确实是跟信贷机构有一些勾结 那么中间的这个套路 请你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些人由于流动资金不足 他比如进行商业运作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资金 所以他就跟银行如果有一些熟人内部勾结 就是把比如说房价1500的一套 然后把它拉高到1500万 然后根据一定首付比例 他可以实际得到1000多万的现金 得到1000多万再去投资 在他看来投机性更强 获取利润更多的某些行业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伪合同 或者说它是一种商业欺诈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从房地产开发商 从政府和银行来说都有一定的好处 当然从银行的长远来看是有害处的 因为这种债务有可能成为坏账 银行收不回来以后会使银行破产 但是在中国大家知道 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不会破产 由政府做最后担保 政府会用各种方式 包括用国家最后销和他的债务 来让13亿人来买单 所以这样的一些做法 助长了这一波的这种暴涨 所以这种暴涨我觉得不是真实的需求 而是说就是里面有很多确实是 就政府和商业机构的这种推波助澜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 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杨鹏 夏业良 程晓农先生 以及何新年女士的精彩的讨论 要提醒一下大家 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观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提出建议 好 我是宁心 那么祝各位晚安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